中南山下 活死人墓 神雕侠侣 绝迹江湖 这是曾风靡一时的《倚天屠龙记》中 杨过与小龙女的后人 在谈及自己的来历时所说的话 但活死人墓终归只是小说中虚构的地方 不过 在湖南永州大山中 却的确存在一个活人墓 这个活人墓中可谓是机关重重 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在其中毙命 但在里面还居住着一位90多岁的老人 这位老人对墓内的各种机关了如指掌 难道这位老人就是传说中的守墓人吗 其实这个活人墓正是居住在此的这位老人建造的 而这位老人建造这座墓 就是为了自己死后准备的 这可以说是有些骇人听闻了 这位如今已经95岁的老人名叫梁富生 出生于1928年的湖南永州 生逢乱世的梁富生 倒还有个比贫苦大众好一些的家事 早早地便娶妻生子 梁富生老人与妻子十分恩爱 先后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和一个女儿 但是 就在那对龙凤胎三岁时 因病双双与命 其实 当时那对龙凤胎所患的病 在今天完全能够治好 奈何以当时的医疗条件 很多病都成了难以治愈的绝症 遭受丧子丧女之痛的梁富生老人和妻子 没有被自己倒 而是细心照料自己的女儿 慢慢地 在夫妻二人的照顾下 小女儿长大成人 就在两人感觉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 意外再次发生 她的小女儿在18岁那年 不幸意外身亡 当时正直壮年的梁富生 如遭雷击 痛苦一场 然而命运仍然没有就此放过这位老人 就在老人的小女儿意外丧命后不久 她的妻子也因为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 彻底崩溃了 梁富生的妻子自女儿意外身亡后 便整日茶不思 饭不响 更是一病栽倒在床上 之后便再也没有起来 最终也撒手人寰了 徒留下梁富生老人一人生活在这世上 梁富生老人想过自己也离开这个世界 但数次被村民们救下 面对众多朴实又热心的村民们 梁富生老人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但也整日将自己关在家里 村民们看不下去 便经常接及梁富生老人的生活 梁富生老人在日复一日的帮助下 终于想通了 他要活得更有意义一些 于是 他便仔细钻研祖辈留下来的医书 开始帮村民们诊治一些疾病 1996年 68岁的梁富生钻研透了医书 甚至学会了怎么治疗乙肝 这下 梁富生这个赤脚医生在当地很快就出名了 很多人都来找他治病 而梁富生老人也很乐意帮别人看病 而且对于一些穷苦人家前来找他治病的人 他甚至分文不去 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 渐渐的一些城里人也开始专门到大山的村子里来找他看病 几年的时间里 梁富生老人就赚了70多万元 不过梁富生老人也没有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大山 而是将这些钱一大部分拿出来阶级贫苦人家 这让他的生活越来越有意义 但是见惯了生死的梁富生老人 对死亡的看法也越来越淡了 很多医生对于死亡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越是年龄大的医生 对死亡的看法越是冷淡 经历过绝望又活出意义的梁富生老人 意识到自己的年纪大了 说不定哪天就去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了 而自己又没什么后人 干脆开始提前准备 自己给自己建一座活人墓 其实建造活人墓和提前购买墓地是一个意思 而这种现象在古代就已经屡见不鲜了 就比如古代的皇帝在上位后 就有专人开始修宪灵寝 一些富人也会专门找风水先生提前规划墓地 这种现象在当时被称作是生死或是活坟 即便是到了今天 南方的一些古村落中仍然保留着这个习惯 只不过随着思想的进步 很少有人会提前为自己选坟墓 只是一些观寡失足的老人 为了防止自己死后无人安葬 仍然保留了这一习俗 当时梁富生也是这种想法 于是便斥资26万元开始建造自己的活人墓 梁富生并没有找所谓的风水先生 而是自己将位置定到了村子旁边的好汉岭上 他没有后人 也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其实梁富生老人已经是耗费了自己生前所有的积蓄 来建造这座活死人墓 这座墓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之所以会花费这么多钱 主要是用于开凿石室和设计机关 开凿石室以梁富生老人一己之力肯定是做不到的 必须要请专门的人来做 而在装饰上梁富生老人也没有什么追求 只是用水泥加固了一下 并且提前选好了棺材的位置 而之所以要设计机关则是因为墓的位置是在山中 容易受到野兽的侵袭 所以梁富生又专门买了一些古代机关的书籍 学习如何制作这些机关 经过钻研后 梁富生老人逐渐将这些机关全部安装在了自己的墓内 梁富生老人把村民们组织了起来 并请他们吃了一顿饭 这顿饭既是梁富生老人对自己修建活人墓期间帮忙的村民们进行打谢 也是自己的送中饭 在吃饭期间 梁富生老人请求村民们帮助收敛自己的尸骨 拉下墓地的机关让自己能够入土为安 一直深受梁富生老人照顾的村民们纷纷劝说梁富生看开点 不过在梁富生的再三恳求下 淳朴的村民们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吃过这顿饭后 梁富生便将自己的生活用品搬进了活人墓中 因为无论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活人墓中 他都是一个人生活 所以对于他来说都一样 而村民们却再三劝说梁富生 因为梁富生所选的墓址在悬崖边上 梁富生一个人在这里生活 恐怕多有不便 许多人都劝阻梁富生 毕竟在村子里面还能有邻居们照应着 不过梁富生并没有因为村民们的劝说 而放弃自己的想法 他独来独往惯了 也不愿意再过多地麻烦村民们 自己死后麻烦村民们帮自己封上墓门 就已经是麻烦了村民们了 然而 一直受到梁富生医术恩惠的村民们并不这么想 梁富生一直都近乎无常地帮村民们看病 照顾老人是他们应该做的 不过即便是这样 也仍是劝说无果 但村民们仍然像之前一样 关心着老人的生活 于是 村民们自发地经常上山去看望老人 后来 还专门给老人通了水电 以方便老人独自在墓中的生活 而老人也经常到村子里 继续给村民们看病 就这样 完成了自己的一大心事的梁富生 白天到村里诊病 晚上就独自一人回到墓中休息 究竟是墓还是家 对于梁富生老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区别 无非就是他休息的地方和长眠的地方罢了 梁富生老人建造的活人墓分上下两层 基本上根本没有光能照射进来 墓内也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 梁富生休息的地方正是简陋 但是专门用铁皮架子围起来的主墓室 里面只有一个用水泥固定好的红旗棺材 对于老人来说 这幅红旗棺材就是他最后的归宿 看淡了生死的他也从不忌讳这些 只是从不将病人带到这里来罢了 从建好活人墓后 梁富生便一直独自居住在墓中 白天他仍然是一个赤脚医生 为附近的村民们诊病治病 晚上他就是墓主 躺在自己选好的红旗棺材中 仿佛自己已经逝去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 梁富生老人如今已经九十三岁了 仍然过着这样的生活 附近的村民中几乎已经没有他的同龄人了 大都是他的后辈 也大都曾请他治过病 所以老人在村里的威望一直都很高 因此除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外 梁富生还担任着化石人的角色 如果哪两家有闹得不可开交的矛盾了 只有梁富生出现 矛盾必然会被迎刃而解 梁富生看着这一群儿子孙子辈的村民们 大抵也会想起自己早邀的三个孩子吧 梁富生老人的生活动力 就是等待自己死亡的那一天 将自己的墓地大门彻底关上 说来也是奇怪 梁富生老人活下去的墓地 是等待自己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感觉还颇有些哲学的道理 而在这二十多年的等待中 梁富生老人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他提前就请人在自己的墓室门口 刻好了墓碑 而在梁富生墓室大门的上方 还刻了四行字 男女老少的好同志 切莫开门进我的室内 如尽室内发生危险 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这四句忠告 即使害怕有人误中了自己设下的机关 又恐有人打扰自己的清景 其实 许多村民对梁富生墓室内的情况都非常了解 因为他们经常探望老人的生活 也经常会给老人送上一些好吃的 而村里再顽皮的孩子 见到梁富生 也都会乖乖地叫上一声梁爷爷 可以说 梁富生帮助了村民们 也可以说是村民们成就了梁富生 梁富生正值壮年时 妻子儿女全部殒命 只留他一个人活在世上 如果不是村民们的照料 梁富生大抵不会成为一个吃脚医生 恐怕 早在几十年前 便埋入坟营了 正是有了村民们的细心开导和照顾 昏昏噩噩十几年的梁富生 才看开了 将对于妻子儿女的怀念 深深地埋藏在心中 转而学习医术 为村民们看病诊治 村民们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善举 村子里面才会出现一个能够为他们诊病治伤的吃脚医生 村民们是梁富生好好活着的原因 而梁富生也成了村民们的精神寄托 村子里面没有比梁富生年龄更大的老人了 也没有和梁富生同一时代的老人了 所以 村民们将梁富生视作家里的长辈 在生活上多有照料 有梁富生老人 在村民们想起父辈的时候 也能够有一个感情的寄托 也不会因为矛盾产生太大的冲突 不知什么时候 有人知道在湖南永州的深山里 有一个活人墓 这件事甚至引起了当地电视台的专门采访 梁富生老人并没有因此感到生气 而是十分坦然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以及为什么要建造活人墓 在电视台进行了报道之后 很多人都想要前去一探究竟 但是 电视台的采访视频中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 许多人也只是一时有想法 但考虑到会打扰到老人的生活 也便放弃了这个想法 但是 找老人诊病的人也多了起来 原本有人认为老人会狮子大开口 但没有想到 老人非常和蔼 也非常愿意给别人治病 或许 这是因为老人的两个孩子和妻子 都是因为疾病离世的 老人不想再看到别人因病离世的原因吧 哈哈 还有 编手